莎莎和王楚欽这阵子是跟时尚干上了 先是LV官宣是爱我莎 紧接着是美妆大牌官宣我莎 然后王楚欽选手被时尚COSMO表白 反正整个两小时是妥妥成了时尚当红炸子机了 说当红炸子机之前 关于中国大门冠抽签的时间 您关注一下 外网首先爆出来了 在9月27号抽签 具体时间是在14点25分 官媒应该会直播 我们继续来说 我莎也是被国际知名美妆品牌青睐 拍出来的宣传片也是符合我莎的这种清清爽爽干干净净的气质 尤其是捏脸那个短短的 满满的焦韵蛋白 跟品牌那是非常的契合 据说这个超红瓶都爆了 记忆里最深刻的就是宣传片那句 我的赛点才是赛点 这不是我们球迷经常说的那句话吗 有一个时尚博主他也说了 恭喜某大牌抢到莎莎了 他说对了 体议圈最有流量的就是我莎 你一抢到了 其他竞品就没办法了 是吧 你赚了 那有人官宣就有人示爱 比如说LV就示爱了 您看文案 烛光旅途中 他带着真诚与热爱全力以赴 乔袍球运动员孙永莎穿着路易威登2024秋冬女装系列 拍摄时尚八杀十月刊封面 展现女装艺术总监的风格想象 坚定纯粹底色 不断超越自我 这个小词整的真棒 但是紧接着LV认领孙永莎这条热搜 还是引起了一些争议 因为认领这个词吧 有人认为越听越卑微 说莎莎不需要卑微 这怎么说呢 换做我 我会把词条换成LV认领孙永莎 我会用认识这个词 这多好是吧 但是咱们也别挑他们理了 总归认识爱咱莎莎是好事对吧 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国际国内大牌尽管找我莎代言好不好 多多益善 还有莎莎新周期最新公示照也公布了 您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看三个阶段的我都找到了 个子在长高 年龄在增长 可是容颜一点变化没有 还是小孩的模样是吧 王主亲选手首本五大女刊 第一支视频预告公布了 这跟第一本比呢 是180度大转弯 文案你听一听 电光石火间 盛与富总会交替发声 但他不会辜负在每个不确定中 奋力拼杀的时刻 我说说我看到的 这王主亲选手呢 黑领带 白西装 黑短裤 在略显惊悚神秘的氛围里呢 从天上的公路 顺着走下凡间 手上的一束光 照亮这个混沌的世界 你看我这词整的是吧 这就是我看到的 王主亲选手的宣传片 现在我才反应过来 有一天大头发了一条微博 他说上了一天班拍了好多个不一样的我 哦原来是拍这本杂志去了吧 对上号了 国平男女队呢 都已经到达了首纲园 中国队已经入住了 提前进行了适应训练 您看龙队 大头 莎莎 曼玉 天一 田田 小石头 大敌 彤彤 高远 都在过安检 好久没看到国平这么起刷刷子了是吧 然后国平集体的适应训练嘛 比如龙队跟大头训练啊 莎莎 Coco 合作家的练习啊 比赛呢 也终于要开始了 大家也很快投入到适应场地当中 虽然小胖没有参加这战比赛 但是樊阵东去打羽毛球了 热搜了 但是我告诉大家这是一个乌龙 当时我也琢磨了 小胖不打乒乓球打羽毛球去了嘛 诶 这个误会是因为照片里面有几个字 是羽毛球队这几个字 大家都以为他打羽毛球去了 那么拼羽中心本来就在一起 所以很明显他回去去恢复训练了 大部分也说了 说这是为俄尔多斯全景赛去备战的 所以说他没有打羽毛球 在练乒乓球呢 中国大满冠开赛前 很多我们国平队球员接受的采访 比如说莎莎 采访中他说道 大满冠中最大的挑战 他表示 大满冠已经是最顶尖的赛事水平了 所以每场球都会有挑战 希望自己能找到 积极专注的在赛场上拼搏的状态 那专访中 王楚欣也展望了这次比赛 他说 希望在这次比赛当中 能有一个好的表现 来回馈大家 曼玉也说了 确实也是第一次 在中国举办大满冠的赛事 很希望能够在家门口表现好一些 也很期待 因为抢手如云嘛 每一场比赛都是挑战 最后打完不管得与失 也总能 也能总结出很多东西来 大滴说 因为第一次在中国举办大满冠 而且北京这个城市非常吸引人 我觉得还是非常的开心 那临时动采访的时候也说了 他说挑战还是自己 首先是赞赏自己 再去想其他的 非常感谢支持中国乒乓球队的人 肯定有压力 但动力更多一些 高远在采访的时候也说了 他说 作为运动员 希望在北京展现自己 非常期待 中国大满冠 那么 你期待吗 反正我挺期待的 让我感谢